澳洲兩大城市墨爾本雪梨 今年一月均溫在三十度以下 但是雪梨當月有兩天出現 最高溫三十一度 墨爾本則是有兩天都達到二十九度 就算全球每年升溫控制 在兩度以內 最快二零四零年前 澳洲還是會出現 史無前例的五十度高溫 墨爾本雪梨曾經分別在二零零九年 和二零一三年夏天氣溫超過四十度 寫下史上最高溫 由澳洲國立大學主導氣候系統科學卓越中心 協助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 未來二十五年內 國內幾個大城市 必須準備好面對極端氣溫 澳洲國立大學氣候科學教授 路易斯表示 經過氣候模擬 預計二零四零年維多利亞省 和新南威爾斯省 每天的氣溫會比現在高三點八度 未來天氣只會越來越熱 澳洲國土是臺灣兩百多倍大 人口只有兩千四百萬 但是高度使用燃煤發電 每人平均溫室氣體排放量 是全球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面臨氣溫不斷升高 必須加快減碳腳步 帶來新聞陳曉玲編譯